中老年人减肥的重点是重装系统 而不是去提高代谢 记住了 我这两天看到 环球科学发表了一部研究 它是一个持续7年的大样本研究 测试出来正常人 他20岁到60岁之间代谢几乎一致 60岁以后代谢会缓慢下降 所以在60岁之前 你觉得发胖是因为代谢缓慢的缘故 这是一种错觉和幻想 真相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说你的电脑用久了会卡顿 其实你大可不必去装清理系统的软件 你应该重装一下系统 系统卡顿的最大程度 就是说你的系统里面有很多垃圾软件 占用了你系统的存 我简单举些例子 帮大家理解 比如说你的加工食品吃太多 科技很活太多 体列有超级多的炎症 炎症它会导致腹部脂肪堆积 炎症也会带来其他的激素纹 比如说胰岛素抵抗 甲状腺功能的紊乱 那这两样加起来就特别容易导致脂肪 蹲结消耗难 假如说你的饮食 十年如一日的去吃很多糖油混合物 也会有这种抵抗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饮食习惯 比如说长期吃复盘奥米达6的这种植物油 比如说豆油花生油 就很容易去每天不停的去设置这种炎症物质 再就是说这种高压力环境下带来的这种高皮脂肪 也会引发脂肪堆积 尤其这套系统 这套系统变得比较臃肿 而你的身体逐渐脑化 你对应的技术水平 就会变成你吃同样东西会倾向于敦积脂肪 而不是燃烧脂肪 所以上了年纪人的减肥重点 应该是放在重装系统上面 那怎么来装呢 这里我就会引用哈佛重整荷尔蒙的这套理论 有很多是其他博主或多或少去讲过这个理论 还用它来开了课程 那我这里觉得有几个重点 给大家来说一下 第一个重整荷尔蒙 它就是要修复你的胰岛树底抗 我的建议呢 就是严格的纯净低碳饮食三天 很多这种加工糖或者淀粉啊 代糖啊都比较吃 然后慢慢再恢复到抗炎仪式的节奏 就是尽可能多吃这种圆形的食物 第二个我们要修复这个皮脂醇呢 皮脂醇过高会所受代谢 我的建议说 如果说你比较依赖咖啡呀茶呀 那你就可以戒掉它们两周 最开始可能比较难受 但是两到三周之后你就获得新生 皮脂醇呢 它也是由于持续的压力导致的 虽然说茶呀咖啡呀有好处 但是咖啡呢 也会导致啊皮脂醇过高 如果说你有这种慢性疲劳啊 水肿啊 健身不好啊 不喝咖啡老觉得郁闷 觉得状态不好 你通过修复这个皮脂醇呢 就会让身体放松啊 受得更顺利 第三呢 就是修复你的瘦数 就是这段时间呢 你不要吃这些饮料 尤其是富含这种高玉米果糖的这种东西 再就是糖又混合物 因为呀 这几样东西啊 糖跟油啊 混到一起啊 是非常容易造瘦数抵抗的 比如说你刚吃完肉啊 然后你又吃很多水果 当然啊 你保证自己每天能够睡够 七到八小时的睡眠也很重要 因为睡眠好呢 瘦数呢 也就正常 两周的严格控制后 你的一个糖又混合物 可以恢复到一周啊 三次以内 但是每次啊 不要超过两全 而且呢 记住啊 水果放在餐前吃 不要放在餐后吃 同时呢 多吃一些蔬菜 第四呢 就是啊 修复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呢 是让肌肉合成保护肌肉 而且分解脂肪的 从饮食上来讲 可以断掉乳制品 我再建议说 你两周呢 别吃乳制品 可能你有很多问题啊 比如说这种皮肤的问题啊 敏感问题啊 包括大老七七度啊 都会有改善 那么两周后 我建议乳制品 建议你啊 去选这种发酵过的乳制品 比如说酸奶 如果说你断掉这种乳制品 你能感受到明显的舒服 那你就不用每天都去喝这种牛奶了 毕竟来讲乳制品啊 对大多数来讲 它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 第五点呢 我们还是要去修复一下 甲状腺激素啊 重点来了 要戒掉豆制品一段时间 同时呢 我还觉得要加上肤质啊 肤质啊 其实在我之前啊 都讲过 而且豆制品呢 和一些粮食里面的肤质呢 它有可能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啊 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要详细了解呢 去可以看看我啊 前面去讲肤质的那一集 而且甲状腺激素一旦有偏差 比如说你有这种甲减呢 或者压临床甲减呢 代谢啊 就很容易被锁住 也不太容易去燃烧脂肪 那么这几个修复啊 你不用同时进行啊 你可以分阶段去做 当你优化并且重庆的系统之后 你通过一些科学的饮食啊 你就不会像之前一样 老是去卡平台期 那最后啊 很多人会说啊 这也不能吃 那个也要借了 那我去修复圣田呢 吃什么呢呢 其实啊 特别呢 这里呢 有很多食谱啊 有需要朋友可以失信我 最后呢 人一定要去维持啊 这套系统的干净灵活 生活喜欢和饮食啊 就非常重要 你才能做得更顺利 好了 希望今天飞呀 能够帮助你解决一些疑惑 我们再见 拜拜